继续来看美国这群年轻人 他们用两年多的时间 开着改装的校车 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来 弯腰捡垃圾 而这个识变全美的活动 来到终点站旧金山 一样是捡垃圾 不过参加的人多了非常的多 捡垃圾听起来很简单 不过这六个年轻人 捡的可是全美的垃圾 2010年3月 从美东的马里兰州出发 横跨5800多公里 捡起9万公斤的垃圾 花了两年7个多月 终于来到终点站旧金山 最后几公里除了创办人 还有更多民众加入 慈继志工也用行动支持 库普提诺茨记人文学校的学生 感受环保可以很多元 年轻人可以充满创意 年轻人有创意 更有实践力 用捡垃圾 捡出社会 对环保的意识 打开新闻 珍珊美志工 美国旧金山报道